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凯燕 李凯燕 大洋將都是有投射的能力 所以並不會都把禁區給佔 一些小拋頭 然後加上他的武術 對 還抓了13個籃板 對 這球凱燕熟得非常好 第一拍是直接踩住了 書瑋的切入路線 然後給了一個身體對抗 張元平 黑球術 紅凱燕是今年選秀第一輪 第三選位 也是在上場之後拉下一個籃板 李凯燕轉身 左手挑籃 高難動作 傳出了底線 我先看前面接球 凱燕過掉周桂宇以後 面對到的是石柏恩 在空中換成左手 其實這個難度非常高 因為 下籃板還有五秒鐘 看一下李凱燕要怎麼處理 把球分給張元平 四球 好 進階段落文 力道短 把速度帶起來 李凱燕左手擺籃兩分有 翁太傑的助攻 就很難防 因為他馬仕一定必須要對出來 跑馬仕也回一顆 凱燕的年紀二十八歲 也算是一個籃球員 正在巔峰的時候 他把張元平的球給點掉 前面自己上 左手擺進 怎麼分差 對 先是凱燕這個 在中線停球之後的操結 然後自己上 這個楊清明沒有擺進的球 這個點球非常的漂亮 手快 腿也快 其實某方面來講 戴韋斯也是 籃底下 精彩的交叉眼 來看一下楊清智的助攻 給楊清智一個掌聲 直接調給湯瑪士 比凱燕投一個大號三分球 空心怒啊 就是在第三節的巴斯比特 哇 這場比賽 新北國王已經第二次 投進了鴨燒三分球 也幫助球隊目前追到 只剩下一分落後 稍後來看決勝第四節的比賽 來 富邦勇士把分差給拉開 前面扳掉之後 李凱燕 籃球場就是盛行萬變啊 三分 對 宥澤前面那個籃球場 非常聰明喔 他知道勇士的球員 都去縮小衝翔 所以他把球往外國 撥給自己的隊友 然後再創造一個機會 還有這個 算是有點擋到自己隊友的路 最後趕快讓 張宗憲直接盯防李凱燕 擋板是胡鼎強 是一個三分 你好 你給我頂到你